打抬球必学的七个小技巧 技巧一 开球 初学者开球的时候一般只瞄第一颗球 打出去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偏 而且力量打不透 球开不散 那么在瞄准的时候就要贯穿这三颗球形成一条线 这样打出去的时候会比较精准 球开的比较散 技巧二 再口球 击打目标球进球点的话目标球很容易弹出来 这种球只要中竿对准目标球正中间击打就可以了 旁边有障碍球时也非常好用 技巧三 半贴裤球 初学者最头疼的球形 如果经常打后时 加反散小力击打可以提高进球率 如果经常打薄时 加顺散小力击打可以提高进球率 技巧四 双贴裤球 白球与目标球同时贴裤边 直接击打容易打薄 可以加靠裤边方向的旋转 让白球贴着裤边走 这样可以提高进球率 技巧五 跳目标球 目标球前面有障碍球 直接击打过不去 可以架高手架抬高后手 打在中高杆的位置 就可以把黑巴打过去 技巧六 方带跳球 遇到这种方带路线被对手球挡住的情况 直接打 进不了 这时候可以提高手架和后手 握紧球杆 打在中高杆的位置就可以进球了 技巧七 弧线球 遇到这种情况 想要弧线打进 那么就在障碍球的位置 多加一颗球的距离 最薄边就是瞄准点 打弧线球需要抬高手架和后手 想往左拐弯 就打在白球的左下角点位 想往右拐弯 就打在白球右下角的点位 亮仔 这节课都是实战干货 点赞收藏慢慢学习 下课